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案例 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 有一次有人在微博上说 说我投了个项目 然后许多人就在开始骂我 因为那个项目是一个色情网站 然后许多人就问小平你怎么回事 干嘛投这样的项目 后来我就发了个微博 我说这个创始人不低的 他说我投了他五百万美金 我说这个创始人不低的 我投了这明明告诉你 不要告诉别人了 你去告诉别人了 赶快把那五百万美金退给我 因为我没有投这个公司 你知道吧 他就是瞎说 但是如果能退五百万美元 我也挺高兴 但是没有发生 因为许多项目我们是 大家知道投资人永远面临的选择 你到底投哪个不投哪个 对吧 你得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这个 我在跟恒山合作是在做了个人投资五年以后 到了这个一年 我开始跟恒山合作 但是 投几个项目啊 我投下去的时候 他们每次都问 小平 这是什么 Thesis 我知道 Thesis是什么意思啊 论门的意思 我第一次听说在投资领域里用这个词 也就是你投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知道 我往回想 我在跟恒山合作的时候已经投了一百个项目 就没什么理由 OK 喜欢就投 你知道吧 有钱 任性 OK 然后任性到最后 就没钱了 你知道 是要跟LP合作啊 所以我当时就在 我就在想 好 我的Thesis是什么 那么这个 这是下面是我要讲的这么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讲完了 大家可以知道我投资的Thesis 就是投资的理由 就在07年的时候 有三个美国博士来找我 带了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语音纠错 OK 就是你讲话 比如我要come to Beijing 那个人故意念 我要come 故意念得不准确啊 然后那个语音就把你纠正 所以我一看有特激动 我说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中国的孩子 提供一个永不下班的语音纠错老师 但是我就把这个王强 爸爸一叫过来 我说咱们可以做这个事 但是那个在一百万美元的固执啊 这个 我说我们出个五十万 控股 然后呢 这个有可能 对吧 颠覆新东方 但是我们刚刚离开新东方 但是我说再打造一个 新技术时代的新东方 但是后来 这个 这个王强跟我说 这个不是一个产品 这只是一个技术 一个概念 但是我对这个概念 我是情有多重 就是给全中国 每一个孩子 提供一个 OK 永不下班的 永不疲惫的 英语救出老师 口语老师了 后来我还是投了 但是投了五百美元 那边毕竟王强他们觉得不看好 从完以后 这个团队呢 是三个科学家 他没有搞教育的 也没有搞这个管理的 但是我知道他 他有问题呢 所以我 但是我不愿意放弃 这个梦想 就参与了 有一次我记得 这个当时的07年啊 中国北京正在迎接 这个奥运会 我在这个新浪门口 遇到当时风头非常火的 那个冯军 爱国者的冯军 他看见我 我跟他熟你知道吗 但是不至于那么熟 他看见我就突然下车 小民众走过来 紧紧给我拥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报纸上发布 冯军买了这个技术 就跟这家公司合作 要为这个奥运会的 中国人民啊 学应一支贡献 这个所以这个爱国者 是奥运会 08年北京奥运会的 赞助商 主要推出了这个产品 结果呢 这个技术不成熟 这个产品呢 用会体验不好 你知道吧 这个反正冯军呢 几千万 这个赞助费是 为北京奥运者的贡献 爱国者到 并没有因此 对吧 两年以后 这公司显然不好 他们就换了CEO 换了就三个合伙人之一 来到我这里 清华一个博士 然后我跟他 一聊以后 特激动 我就说 因为他继续把这个想法 把钱推进 结果我就给了他 一百万美元 给完以后 他就跟我讲 他说徐老师 其实我真正的梦想 不是做一个教育公司 我心一凉 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我的梦想是写 神秘小说 你知道吗 跟我讲了三个小时 讲过头讲了一个小时 结果呢 讲这个 他的小说 跟我讲讲了三个小时 我这个精神彻底崩溃啊 但是钱已经出去了 收不回来了啊 OK 投资 大家记住啊 钱出去了 像泼出去的水 OK 加出去的梁 你知道吧 结果又痛苦中挣扎了一年多 这个事又被赶走了 另外第三个合伙人 就做了水油 他走过来 带了一个产品 讲了一番 你知道吗 我又激动了 又给了一百万美元 OK 又给了一百万美元 对 这家公司就是叫一起作业 小哥 我先讲一讲 一起作业你知道 这个在 我是零七年投了五百美元 到了一四年年底的时候 Yuri Miller 跟这个 跟这个 叫做 就是Yuri Miller和 新加坡那个主权基金 叫什么来着 大马西 联合给了他一亿美金 对 这家公司现在成了 全球最大的 在线教育的公司 这个 他在 没有怎么做公关 也没有怎么出来融资 因为一四年拿到一亿美金以后 一直在做 你知道 现在收入非常好 如果出来人的话 肯定是一个 叫十几亿美金 非常非常好 这个非常非常实在 你知道 但是在 这个 09年 10年左右的时候 第三个CEO来找我 你知道 我给他一百万以后 过了一年 这个CEO又被开除了 这个 这个过程很痛苦很痛苦 惊心动魄你知道 真的就是一生 最后呢 这个现任的CEO呢 实际上是这个 新农方来的 一个 一个优秀的 就是接触的教育家 和这个管理者 就是刘畅 然后他带着这个企业 就一直这个往前 一直走到今天 就非常发展 非常非常好 可 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大的 在线教育公司 我问他 数据在哪里 他每天有五百万学生 每天五百万学生 在网上做作业 上传几亿条作业 然后这个 注册学生 大概有四五千万吧 这个 在全国的APP里边 每年开学的时候 他在那APP store里边 就是总榜里边 Top 10 前十名 这个现在 停留在七八十名 就是教育网站 所以这个 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 特别痛苦 但是为什么 我在每一个接待队 等到他第四个 进来的时候 第三个事由 进来我觉得 事不过三嘛 对不对 一定能搞成了 我就把王强也带进来了 王强一见面 三年前拒绝过这个公司 一见面听了一讲 热血费能 给了两百万美元 OK 跟我一起 我放一百万 但是过了两年 一两年 这个第三个事由 又被开除了 这个叫做内部啊 这个剧烈的这个斗争 但是刘畅 接管的时候 他说 我要么不做 我要做 你就给我钱 结果我跟王强 又准备了 两三百万美元 给他们 这个过程 张敏知道 这个 惊心动魄 你知道 我当时 我喊着眼泪 给钱了 你知道吧 相见时能 别一难 OK 特别特别这个严酷 但是 什么都支持我 这是核心 这就是梦想 所以我相信 这件事 能成 然后来一个事由 我就能成 破灭了 炸了一个事由 又能成 破灭了 你知道 最后 总之 再说了 我已经 钱已经进去了 亏一百万是亏 两百万也是亏 对吧 说不定两百万亏掉 说不定还能回来 OK 这叫 不放初心 我的初心是什么呢 赚钱啊 你知道吧 要赚钱 必须要亏钱啊 OK 当然这个过程 这是整个 这个投资的经历 但是公司发展的经历呢 是CEO错断里 我们开会 做市场工作 那最后 就是问题重重 第三个CEO 是怎么离开的呢 王桥是最大的投资人 王桥到最后来 成了最大的股东 方向就五百多万美元 然后救了这家公司 王桥是新东方的元老 对吧 新东方董事会 做个董事长 结果这个第三个CEO 不知道为什么 鬼迷心窍 拒绝王桥 就是董事会 你知道吧 这个故事 特别惊喜动魄 后来 他是有许多美国投资人 美国投资人说 So this guy has to go 他就必须要离开 结果离开以后 在他做CEO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一个 就是刘畅给他 介绍了就是说 介绍的人 现在是一起做的 一把手二把手 然后他的这个公关总监 是我们介绍的 他的互联网的负责人 是我跟王强 三番五次要紧到吃饭 介绍过去的 然后他的CTO 也是我们介绍过去的 就是整个这个投资服务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更不要说 无数的彻业未眠的 那种对他的这种 经验的分享啊 对吧 问题的这个解决啊 包括有一次 我和他写过一篇文章 罗振宇发布了 这个一百多元阅读 什么算呢 陈欧要出重金 把他的CTO挖过去 因为这个人恰好是 陈欧过去的CTO 离开了 然后这个刘畅打电话 给我和王强 说你得救我 他如果走了 公司肯定崩盘 这个时候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不做 你知道吧 我们就跟刘畅说 我说这个事 这是四档行为 我们不是国企 没有什么调干部的问题 你知道吧 你有魅力把它吸引住 没有魅力 OK 灭脑 我们跟你一起死 你知道吧 假如公司因为一个人啊 离开而崩溃的话 你这个就应该崩溃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震撼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教会了流畅独立 你知道吗 教会了流畅 承受压力 也教会了流畅呢 按照四档规则 对吧 施展自己公司的这种 远见着实 你知道 个人魅力 最后把你的团队 凝聚在一起